教練一個口令 一個動作 健身中心標榜優良的運動環境 現在不僅統統成為幻影 因為健身房突然倒閉 會員想退費卻拿不到 受到疫情衝擊 北市健身房兩年內關了13家 其中一家健身房被查出 信託不確實 比對銀行與會員資料 有18%的會員不在信託旅保名單內 導致健身房倒閉後 1343名會員索賠無門 有一些是根本沒有被納入 信託旅保的名單裡面 有一些是即便有 可能他沒有掌握到原有的會員卡 跟契約書握在手中 甚至在倒閉前被收回 那這些都會增加求償的難度 這家健身房給市府的退費 爭議款項有1444萬元 不過信託銀行的旅保金額 只有1088萬元 將近400萬的落差 代表沒在信託名單中的會員 可能拿不到退費 民眾想運動健身 下回簽約前可先問清楚 也要保留合約 免得碰上糾紛 討不到錢 近新聞綜合報導 明信託真正確的 因為大家都有耐心 紗致